娱乐圈的新二代天生就别很多人有优质,不过很多新二代最后还是被父母的光芒掩盖,不过也有一些佼佼者能够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取得不小成就,比父母知名度更高事业更红。 咱们先来说说那些没有父母红的新二代,张崩益在娱乐圈也算是知名的戏骨,他和前妻吕丽萍的儿子张伯宇也顺应进入了这个圈子内。 最早的时候张崩益就反对亲儿子张伯宇这演员,认为他长相不够,灵气不够,不过最后张伯宇还是成了演员,不过似乎观众对于他的演技并不满账。 张伯宇在进入演艺圈后得到了后爸孙海英以及母亲吕丽萍的支持,总的来说因为形象原因所以大多数都是演艺先配角,比如道木笔记及诊科医生,算是小有名气,不过相比于父母辈的三位,他差的还是挺远的。 张伯宇和邓杰夫妻也算是圈内有地位的明星档了,尤其是张伯宇更是被称为老戏骨,而他和前妻生的儿子张伯,也是观众最熟悉的一位新二代。 张伯宇很早以前,因为打女友的事件,有一些负面差评,不过他演戏确实也不差,早年的少年大清差,新酒品质骂官,龙背龙风飞凤和少年家庆容表现都是不错的。 不过最后他却因为吸毒,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,本来有父母为他铺路,他应该可以走得更远。 宋丹丹在圈内也属于前辈了,至少这么多年的表演经历摆在那儿,很多观众也尊称他为艺术家,之前年年少春晚,最近几年曝光度少了,反而是开始力捧自己的儿子巴图。 巴图是他与前夫英达的孩子,毕竟英达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,宋丹丹也曾力对英达给巴图铸刀做了人气铺垫,在我印象中宋丹丹应该不止一次带着巴图上综艺和秀了吧,不过总的来说巴图给人的感觉,还是太过于老实憨厚了,不太适合这个勾心斗角的圈子,所以这么多年也没见他事业有多红。 最出名的影视角色还是四年前《芈月传》中饰演的金武王赢道,当然了也有一些新二代,其实发展的一点都不比自己的父辈差,甚至还更红一些。 比如梁乐就属于那种比较受欢迎的新二代,高学历出身,年质不差,眼睛也不弱,最主要是有父辈给他疏通人满,所以可以看到一出道便是有冯小高给他做指导。 再到后来自己做主角出演《大丈夫》,《匆匆那年》,《小丈夫》,《可以生肖默》,等于也能看出他的实力。 对于大部分年轻的一点的观众来说,他们是现认识,杨乐才知道他的父亲杨立新。 毕竟杨立新出名很早,但是在最近十几年作品不多,按照如今的势头发展下去,杨乐已经比父亲红,而且以后发展应该会更加长远。 当年曾和文昭、李晨等人同时被评为《四大小生》杜春,也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新二代。 不过和杨乐差不多,杜春也是属于名气盖过自己父亲的那种演员,杜志国自己出演的配角为多。 这么多年了也称得上老戏古一位而杜春从07年开始就基本上做电视剧男主角了,颜值不错,演技也不差。 可能每次说到董子健,很多人总是会提到他的母性黄金花。 毕竟母亲是圈类金牌经纪人,能给他带来的资源确实不少。 不过如果董子健自己没有实力,那他怎么做到提名金牌一地? 作品入围高纳电影节主竞赛代元呢? 董子健新二代的身份,其实应该从他父亲说起。 父亲董志华也是武打演技派演员,出名在八十年代。 新世纪中最出名的作品就是《功夫中饰演的游炸鬼一脚》。 董志华自己事业只能算一般,不过妻子名气很大。 儿子董子健也很争气,虽说董子健始终被很多人吐槽颜值一般,靠关系才红。 但是个人还是挺看好他的,毕竟看过他电影之后,发现在90后男演员中。 他眼镜还是比较靠谱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